而在2017年还有让人期待的不少作品 奥斯卡影后纳塔利波曼 他在新片里面要演前美国第一夫人 贾桂林甘乃迪 除了改编剧本引发热议之外 其实大家都觉得就会是奥斯卡讲的一个话题 纳塔利波曼变身第一夫人 故事改编至贾桂林甘乃迪的真人实事 描述亲眼目睹丈夫 美国前总统约翰甘乃迪 遇害身亡后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 故事发生在1963年 美国前总统甘乃迪为了竞选连任 带着妻子贾桂林一同前往德州助选 没有想到在路上竟遭到杀手暗杀身亡 一旁的贾桂林亲眼目睹这场悲剧 也从世界上最具权威的女人 变成了总统遗伤 纳塔利波曼全是第一夫人 扮相下足功夫 本尊分身放在一起看 两个人的身材都很高挑 高婷的鼻子搭配深邃眼窝 角色还原度相当高 内心受丧夫之痛煎熬 却又要面对人民和媒体 纳塔利波曼演技备受考验 预告片一出超过百万点月率 也让他入围奥斯卡呼声越来越高 TVB新闻综合不导 中文字幕提供